幹 這已經燒了 很 你這樣 你這樣 哈強 然後我這樣都會 哈強 然後他就會嚇到 你不要因為你那麼強 你在大聲了吧 NO 那你幹嘛叫女朋友啊 對啊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看怎麼看 就會在說你啦 幹嘛那麼兇啊 欸欸 帶我幹嘛啊 你帶我幹嘛啊 OK 3 2 1 大家好 我們是 明明鏘 我是劍名 我是劍名 大家好 我是艾達 我的C.G.Y 大家好 大家好 強 C.Y 大家好 我是高雲 男生會介意女生展露身材嗎 蛤 男生 你是說展露身材嗎 什麼意思 我超喜歡女生展露身材 等一下 等等等等 男生會介意女朋友 展露身材嗎 你說出去也是吧 我們說給別人看到這樣子 Why not 結束 答案結束了 Why not 所以你就是沒問題就對了 欸 歡迎 OK Do yourself 重點是他快樂就好了 我不希望因為他擔心我會不會在意去 去改變他的態度 對 他講穿什麼就去穿 有一個限度嗎 沒有限度 沒有限 沒有 你要嘛 你要的話你就去嘛 你想要嘛 你快樂嘛 那個限度啦 就是在法律合理 辦會 不造成傷害 就是風俗的狀況 對對對 沒有錯 我覺得這個要點很重要 因為你到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區域 都不一樣 所以你只要符合當地標準的合理範圍內 我覺得你要怎麼穿 是你自己的事 而且甚至還有特殊的節日是可以不穿的 沒有錯 我有跟雨晴在澳洲穿 他穿比基尼 然後在shopping mode 亂走的 比基尼嗎 下班車也是喔 上班車 那還好啊 澳洲 澳洲聽說有那個 喔 裸體 對 我應該不知道我哪一區 所以我沒有看到 你是不能知道我哪一區吧 剪掉 我差不多啊 我跟SEO差不多啊 是不要違反善良風俗是都還好 就像穿得很大 我覺得 這是我老婆 對 是自豪的啊 是一種炫耀 只是半夜的話 我會希望他穿安全的 身邊安全的關係的啊 白天我是覺得很差 好 那我們就問一下健民 你覺得呢 誠實回答喔 因為我昨天有聽到你跟董事 我也知道健民好像不簡單喔 對 健民好像那個蠻 我覺得對 這個我蠻有潔癖的 我誠實啦 就是 我覺得 性感是可以接受的 健康是可以接受 但是穿得裸露 我是不太能接受的 就是你知道 比如說穿比基尼 我覺得這個是很健康的事情 對 但穿內衣就是不健康 不是 不是 跟內衣沒關係 就是 性感這件事情 就是有些女生也會穿那種比較 內衣也會露出來衣服 我覺得可以 可是 我不知道男生懂不懂那種 就是你一看一個女生你就知道 幹 這有點燒 我在乎的是那個感覺 而不是你露的程度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羅漢跟藝術就是一線之差耶 我跟你講 我完全同意你的問題 可是 這題目是問 如果你女朋友想要斬肉身材 你可以嗎 什麼樣的方式 我管你什麼方式 反正她們都可以啦 你可不可以 不是她想要斬肉 就她現在想要斬肉 就是今天她想要露胸 她想要露屁股 她想要幹嘛 她想要露腰幹嘛的 可不可以 露腰可以 好 那我們就知道意思了 露屁股 那如果她去澳洲的裸體沙灘 她可以露哪一個部分 全都可以 在澳洲你在裸體沙灘 你不露屁股是最怪的 對 你就在那邊 打 你霸零欸 在那邊拔開衣服 我 幹 誰就你穿的 我還是 我還是有點在乎外界的眼光 就是 但如果在台灣的沙灘 我就會覺得 你的重點是別人的眼光 對 就是有沒有融入這個環境是不是 我可能有的時候還是會 care說 我不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 人家看起來很騷的樣子 就比如說你也有幫雨菱 拍過一些照片嗎 可以 而且她穿得很少的照片 但你不會說這個是長的一臉 就是會出現在 那種什麼外送茶的官網上面的照片 其實不好說欸 就是外送茶 基本上 從樸素 然後到性感 然後到 等一下 你怎麼看不到 對耶 感受到那個符合有點 有點乖 怎麼會突然講出見解 太快了吧 OK 好 Fine 來 我們下一題 你沒事 你沒有 你沒有 確實 確實 什麼意思 對不起 你也說確實還是確實啊 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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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我都可以很順的這樣接下去了 想跟他一個補尾刀 沒關係 我喝醉了 欸 醉OK 醉 喝醉也比較清晰一點 最後大招呼 好 我想問一下各位 這個就要問到我們的疫情了 OK 哎唷 請請問各位 在疫情期間 最常 被女朋友抱怨什麼 早點睡啊 你真的太晚睡了 啊 你有發現了 對 你要打傳說 只要你上傳說 永遠都要讓我們一個人在那邊打 被他抱怨喔 被他抱怨 他抱怨我的下 他抱怨我什麼東西 可是 他抱怨的東西跟疫情沒關係呢 我打噴嚏都不遮手 這個跟疫情超有關係的嗎 我吐嘴 吐嘴 對 沒有啊 應該說我在 我會吐嘴 但是聲音很大 很響亮 很 很 你一直要臨放 你一直要 哈啪啦 沒有 我上次都會 哈啪啦 然後他就會嚇到 你不要怨你那麼強 你在大聲了吧 因為我覺得這個噴嚏這種東西 就是要打出來 放出來 他才會舒服嘛 因為他是一個氣 就是一股能量 如果你沒有辦法放出來 他會把你的其他五官 毀掉 就是衝破 對 我可能眼球就掉出來了 去你的吧 耳朵正破 對 去你的吧 你是不是看Discovery 那個都市傳說已經破解了 不是有人會哈啾皮卡啾嗎 我講真的 真的跟疫情沒有關係 就是 他會抱怨我說 為什麼我都沒有好好聽他講話 就是我是一個 為什麼不聽他講話呢 對啊 為什麼呢 我在看劇 我就是專心看劇 我在剪片 我就專心剪片 那你幹嘛教女朋友啊 對啊 我見面朋友都沒有 沒有一個權利的耶 對啊 還可以看劇喔 因為我教女朋友都沒有在看劇 這也不對啦 欸 哇 還好我沒有女朋友啊 他會跟我說 他會一直叫我一直叫我 我沒有理他呢 他就會生氣 那比如說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生氣什麼呢 他會說你沒有理我 他說 好 那你現在告訴我你要幹嘛 他說 我好跟你分享一下 我剛剛吃了什麼 這個太重要了 這一定要聽 這次一定要聽 就是 對 我知道我不對 就是我沒有在聽講話 但我在忙 我要 對 我知道我不對 我不對 我可以理解啦 但我沒有這個困擾 怎麼 沒有 我就想看就看啦 可是我覺得 我原因是因為 你們只要轉過頭就很聊天 但我跟他是原距離 就怎麼樣都只能透過手機 所以他有情緒我覺得也蠻正常的 好了 對 這都要撿進去好了 OK 沒事 你最常被老婆抱怨什麼 不是抱怨 提醒 我被人家提點 叮嚀 對 其實我剛剛真的一直在想耶 抱怨什麼的我真的 沒有 從疫情的時候才開始嗎 其實我真的想不到他 有抱怨我什麼東西耶 那我幫你想一個 對 等一下 他抱怨我 他抱怨我 我 為什麼我抱怨了 洗衣服我洗 擦地我擦 他可以抱怨我什麼東西 沒有沒有 你這樣就是你在抱怨 你在抱怨 對啊 這是我抱怨 等一下 那是下一趴 那是下一趴 要緊張 沒有沒有 你應該說 我沒有做到任何事情 讓我老婆好抱怨的 因為我會幫他洗衣服 我會幫他收垃圾 他的鼻涕沒丟 我會幫他丟垃圾 他會一直沒有了 我會考試多幫他買 他沒有辦法去考試 我幫他搬一張婚姻的 沒有 我嚇到一個啦 就是他會跟我說 但這個是分享 不是抱怨 他就跟我說 疫情期間一直不能出去 一直只能吃同個食物 那這個算抱怨我們 沒有只是抱怨這個情況而已 他可能是抱怨你 因為你沒有煮新的食物 對 怎麼要一樣啊 就是暗示你 你要去創造點新的料理給他 對啊 你都NONO 又一樣 HORO 又一樣耶 HORO 又 其實雨晴這次沒有 抱怨我任何東西耶 因為 可能他的老公真的太完美了吧 所以沒有什麼抱怨的 HORO 我跟你講你可以創造一個人設 你知道嗎 你就跟鏡頭講說 他沒有抱怨 原因是你覺得 好男生才不會被抱怨 Oh That's right Action 這樣子可以嗎 好 那這一題 不知道嗎 這一題只是過度題而已 我只是想問問各位 靠腰 請問你們覺得 疫情期間最想抱怨女朋友是什麼 我感覺 建民是超多話的樣子 我想說 我想說 欸 馬來西亞槍快出來了 因為我是馬來西亞人 這樣 就是放進去之後呢 要這樣嘛 然後 邊邊每個都要撲滿 他就會露一邊這樣子 喔 不舒服 你怎麼不舒服 不舒服 很不舒服 看這個就是 你要緊張一點囉 我真的有情緒囉 小心喔 你會回到Castity那一關 哈哈 這是什麼腦袋 我罵他罵個兩三次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就是很用力的罵嗎 就是教訓他們 哈哈 教訓完狗 這教訓完老婆 哈哈哈哈 experimental 是嗎 我